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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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完了 马上下来了应该 这下好了 俺家家兴 可算能吃肉饭了 这下就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咋单独出一声泡呢 两次爆破离得也太近了 妈呀 这不会出啥事了吧 咱去看看吧 走了 走 大老婆咱去看看去 这是咋的啊 走 慢着点 慢着 慢着 回来 回来 尹灰 回来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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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跟我去去 我也去了 尹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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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尹灰 尹灰 哥 尹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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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我吧 打死我 凌晨啊 不管你表哥做错什么事的 都知道错了 你大哥不是送医院去了吗 明天治疤治疤 不就回来了吗 你干啥呀 上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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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凌晨啊 你赶紧回家弄点钱 赶紧上医院呢 对不对 对对对 我告诉你啊 我大哥要是没事算你走运 他要是个啥事 我整死你 凌晨 凌晨大哥 你为我好得找三伙 干不干了 干不干了 你们傻呀 还干啥呀 走 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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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打回这儿 咋了 小伙 运强 运强 找你运强 谁找到运强了 对 运强 运强 咋了 你这脸咋了 咋还挂坦了呢 跟谁打架了 对了 运强呢 我咋没见到运强呢 刚才我听见救护车 全伙着跑回去了 运强就在那救护车上躺着呢 什么 出啥事了 你说 这崔丽蓉啊 平时说跟大喇叭似的 今天咋了 还没电了 这出啥事了 对于和运强的公司的合作 我充满信心 我相信能够不辱众望 将任务完成的 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完美 对吧 对 各位记者朋友不好意思 麻烦大家先采访一下吴总 我找王总这边有点事 谢谢啊 不好意思啊 你们采访吧 怎么了 他好像会在公地那边出事了 现在正往医院送的 让你赶紧过去一趟 都听好了啊 我大哥受伤的事 暂时不能让我二弟儿娘知道 尤其是我奶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懂不 我现在回去取钱去医院 都没啥事了吧 该干啥干啥去 都走远点 我告诉你们啊 谁敢说漏了嘴 别跟我不客气 我哪看呢 说的就是你那张破嘴 我把严实了 整件了 我舌头给你割下 现在就散了散了 我走吧 运程回来了 你哥哥呢 妈呀 这个药啊 一天吃三回 一次吃五粒 就放在舌头底下含着就行 哎 对 别忘了啊 哎 你帮妈想着点 别含多了吧 你干啥去啊 我有点事 你毛毛毛毛毛毛毛的 你出啥事了咋这样 啊 哎 运程 你哥是打伤的啊 来 运程 啊 竹二 出什么事了 老书记 我不能说 这运程不让说 你听他的还是听我的啊 说 嗯呢 老书记 这运程 这运程受伤了 现在他正在医院抢救呢 哎 老书记 哎 二的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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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程 运程 你坚持住我运程 加点请别过 湘宁 这怎么回事啊 没事没事 别哭啊 你慢慢说 老水 运程 运程被扎上了 好 接个电话 倩倩 什么 好 我知道了 对不起 吴总 我突然有点急事 我必须得过去看看 没问题 这样吧 我祝你在西山县的这几天 能够开心 忙完手的工作 我一定请你吃饭 不用了 我忙您了 再见 请问了王总 对公司和深圳投资大互合作 您觉得王俊龙王总会有压力吗 压力对于我王启柜的儿子 那不存在 我们时刻会把压力变成动力 那请问您怎么看待王总提出的 新网集团公司是应运而生的 这样的说法 党中央最近提出要专业合作 供销合作 信用合作 三位一体的联合发展的改革谋略 这既是时代的要求 也是我们集团公司的前进的指导方针 就像王俊龙同志说的 兴旺集团公司的诞生 既像朝阳出生般的合理 也像婴儿落地一样的合情 就是这样 那么请问小王总 听说您是王俊龙总经理的得力助手 请问公司和DPT公司合作 您有什么设想 是这样 我们兴旺集团公司全面工作 由王俊龙统治负责 王俊达统治主要负责 行政内部的事务管理 所以有事情还请采访王俊龙同志 行了吧 你怎么知道什么三位一体啊 算三位一 我也忘了 你看 刚才这都是从你 从你哥那个笔本来偷看的 咱们还真得好好向他学 尤其是你 你说句话写得怎么样 英慧 这样吧 你先把这个放到我这儿 有时间呢 我一定仔细看 你看行不行 咱说好了 只要我写出策划案 咱们就好好研究你 对不对 是说好了 我说了招长引子没问题 只要你把这乱车港打通了 销上公路通上国道 你想要多少头都给你拉过来 行 就凭你这句话咱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你接电话 行 那我先接电话 我先过去 好吧 喂 说好了啊 一言为定 你们围着我干啥呀 二十年啊 赶紧到医院去看运辉了 不然你现在行不行啊 是啊 没事干净啊 别到医院再抢救你啊 关不着 那医院你别去啊 你替我召唤点老太太 千万别说我喽喽 听没听着 哎老师兄你放心吧 哎 替我给玉娇拍个电话 快快快快 哎 来我现在就打 可心姐 我无聊死了 你陪我出去逛一会儿呗 你这整天出去逛 还没逛够呢 我那不是做兼职吗 中点外快而已 太无聊了这一天天的 你陪我出去逛一会儿吧 我求求你了 不行我这笔记还没做完呢 救生来了 喂 喂 玉娇 你哥现在出大事了 在医院呢 玉娇 你干吗去啊 来 俊龙 婶儿 运辉怎么样了 还在抢救中 情况 不是很好 这样吧 你先把钱给交上 闪不交钱是吗 姜宁 姜宁 我不是这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当初谁被逼着运辉收入的 俊龙 你坑我还现在不够吗 只是王俊龙 病人找 我是王俊龙 姐姐 那我找你 走 允晓 允晓 来 秦荣 我觉得我挺不过去了 我一定在跟你说 我想麻烦你 就干三年 干一届村主任 好不好 这个村除了你王军龙 没人能干得了这个 又会你说什么呢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你就是山河村 最好的带头人 咱哥俩还得一块儿带头 一块儿打拼呢 赶紧好起来好吗 俊龙 我就当你答应我了 还有 我放心不下江宁 大市长 就我这么一个亲人了 是我的鱼坠儿的 在这儿呢 要怎么样 你把他说好 这是监听他妈 临死之前给他的 说把他交给他最爱的人 你收拾了 你收拾了 不行 不行 运辉这不行 这不行 这万万不行 运辉 在江宁的身上 我对不起你 没有 没有 运辉 是我对不住江宁 那时候我不懂事 那么对他 他 要是没有你 真的不知道江宁该怎么办 你会找我好的